欢迎收看大白话语言 我们是大白话 小白话 还有小包装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影 就是黄飞鸿之陆海雄风 非要说 咱们来看点吧 这部电影说的是啥呢 说呀 那是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广州 咱们的男主就是一代宗师黄飞鸿黄师傅 大家学过历史的都知道 清朝末年的时候 已经被慈禧整的家都像家 国不像国 外国列强都开始欺负咱们 而且还有各种邪教 其中就包括白连教 这是内忧外患 民不聊生 这可咱们啊 像咱们黄师傅这种 幽国幽民的人 心里很难受 这一天这大街 正好遇见了白连教闹事 他们又刺杀一个 朝廷下来的钦差大人 这个事情被黄师傅发现 还能不管吗 于是就和土地们 开始对抗白连教 还真别说 白连教的小仙女功夫可以 跟黄师傅一时间也是不分高相 不过毕竟你是派决 最终还是被黄师傅打败 没办法 这次杀不了钦差大人 只能先撤退 你说也巧了 钦差大人的保镖和黄师傅还认识 就这样通过保镖的引荐 黄师傅跟钦差大人是一见如故 咱们的钦差大人是一个好玩 为官者为国为民 性格也是刚强不合 现在日本人马上就要派军舰登陆广州 钦差大人让梁广总督准备迎战 不能让日本人登陆 而且还要任命黄师傅当军队的总教头 虽然广州本地的支付不同意 那也不好使 你算干啥地呀 毕竟是为了国家 为了老百姓 黄师傅不想当官 但可是也不能拒绝 可惜呀 不好的事情就发生了 当天晚上 钦差大人又被白莲教袭击 钦差大人被抓 于是就让保镖赶紧跑 实在没有办法 保镖身受重伤逃走 正好又被黄师傅他们发现了受伤的保镖 这才知道钦差大人被白莲教给绑架了 这不是扯独子的吗 黄师傅大半夜就去找支付 让他赶紧派人灭了白莲教 救出钦差大人 不过支付不是跟钦差大人在一起的 官场不同 肯定不想管这个闲事 没有办法 黄师傅只能靠自己去找钦差大人 首先咱们先找到白莲教的总部 大徒弟梁昆负责引蛇出动 故意被白莲教抓走 然后释放信号弹 黄师傅根据信号弹的位置找到了白莲教 别看你们人多 根本不好使 就是你们的教主出来也不好使 都不够咱们黄师傅一脚踹的 本来教主都要说出来是谁抓了钦差大人 结果忽然就被外面的白莲教小仙女灭口 小仙女还跟咱们黄师傅玩浪的 挑戏人家大老爷们 还真别说 黄师傅确实拿到没办法 虽然白莲教的教主被灭口 可是还有一点限数 钦差大人是被当地的日本商会抓走的 其实小仙女也是日本人 他们的目的就是绑架钦差大人 然后让日本军阶也登陆 占领东西杀群岛 黄师傅去找支付 继续让他出兵 搜查日本商会所有的产业 人家支付还是那样 你知道日本商会一年交多少岁吗 黄师傅很放心 再次决定自己去找钦差大人 这一回他们主动挑战日本武道馆 然后故意打不过这里的人 猖狂逃走 打败了黄师傅 道馆的人很高兴 赶紧批点批点的去跟会长显辈一下 万万没想到 黄师傅和徒弟那是尾随身后 一路找到了日本商会总部 人家会长很明白 手下这是中计的 一生气一激动就整死了自己的手下 这也太狠了吧 他们都知道黄师傅肯定会来 所以小仙女也早就有准备 在房间里放了迷魂箱 黄师傅早上门先跟他玩玩 过上几招 时间差不多 黄师傅有点迷糊 就这样他被小仙女给制服 不过人家不杀你 毕竟你是老娘看上的男人 与此同时 外面的黄师傅徒弟们也来到这里 跟日本人那是一场大战 再后来 之前被黄师傅救下来的白脸叫叫中 也来到这里一起打日本人 眼看形势已经开始逆转 黄师傅也飞出房间 挣脱了绳子 咱们的小仙女还花痴一下下 心里就说了 不愧是我看上的老爷们 黄师傅一来士气大震 现在会长就要跟黄师傅单挑了 外面的小垃圾们就交给徒弟们 一直以来都觉得黄师傅只会玩棍子 其实人家剑耍的也是有模有模样的 跟会长大战几十回合就跟玩似的 不但打的好看还很有致命性 最终日本会长被黄师傅送上西天 小仙女也被十三一克家里的女徒弟给整死了 黄师傅这边大胜 而且最后还找到了钦差大人 所有人都表示要万众一心抵抗日寇 结果也是很圆满 日本军队没有登陆广州 东西沙群岛也还是咱们的 电影令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个撒到李宁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长得越帅越有人爱 好了喜欢我就点击关注吧 摸摸当